王思聪和吴亦凡凭借一己之力带动了填购行业的内卷 王思聪每天说着土威情话被孙一宁怼 你好游,我命游我不游天 气得王思聪说四年了你还是没有变 他们俩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孽缘 四年前王思聪就关注了孙一宁的微博 但那个时候王思聪忙着在雪梨斗德尔之间来回横跳 而孙一宁因为没有完成接洽的推广工作 还拿了品牌九千多的包人间蒸发 被品牌方曝光 他解释因为懒惰和随性 还了钱之后拒绝道歉选择了退网 没成想四年后 王思聪又被孙一宁的美貌吸引 顶着吴亦凡的ID和吴亦凡的头像进入了直播间 刷了十几万礼物后 发现是自己四年前没有追到的女生 王思聪就在孙一宁直播时不停发送 自己做的事转头就忘了的飘频 还发微博承认了是自己 表示有孙一宁的料 本想先发制人 却被孙一宁的聊天记录吹成了全网潮的舔狗 真的有人相信王思聪是舔狗吧 从孙一宁发布的聊天记录来看 王思聪第一次出现在他的直播中 并且给他打赏后 孙一宁就急忙为四年前 还为成年的自己 多次拒绝王思聪邀请的行为到了线 孙一宁和王思聪见面后 就拒绝了他交往的请求 但根据王思聪的说辞 是孙一宁装侄女和他搞暧昧 但王思聪大闹孙一宁直播间时 孙一宁就正在和自己的CP呜呜 一起直播秀恩爱 而且孙一宁也不止一次 告诉了王思聪自己是蕾丝 但天真的小王却企图用真命天子理论 掰执孙一宁 更是用上了道德绑架软硬监视 强迫孙一宁和他见面 在4月15号约孙一宁喝酒被拒绝后 王思聪彻底露出了疗牙 开始辱骂威胁对方 又因为孙一宁公开了恋情 气急败坏的放话 要安排公众号爆料 王思聪说互联网没有记忆 但相反互联网才是能留住一切的地方 你还记得这是王思聪第几次 公开辱骂女网红女明星吗 王思聪娱乐圈纪简尾的称号 是踩着多少网红女明星的名誉才得来的 当年说着在自己的母校 根本算不上有钱人的王思聪 回国后开始飘了 和王小飞母子微博对喷 一战成名后 王思聪就把羞辱女明星 当成了自己的勋章 阴阳怪气骂杨幂廷廉价吐气 范冰冰靠男人上位 羞辱张子轩 女明星碍于自己的身份和王思聪的背景 不变也不敢反抗 当年还霸气的范冰冰 也只是不点名的回应了一句 你找你的爸 我干我的活 内涵了王思聪靠爹 对网红 王思聪更是没有了下线 当年在韩国围攻女生 路过的伍迪打抱不平了几句 就被王思聪威胁见一次打一次 谁不会抱伍迪的位置 就是不给他面子 造谣朱胜一被包养 法院判了出生一胜诉后 王思聪却绝口不提道歉 被限制高消费的王思聪 欺负女人有一手 但什么时候才把抽奖诈骗 拖欠版权费和1.5亿的欠债还了呢 对视不对人 做有态度的考古专家